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他们对于婚姻的终极诉求就是一份懂得 《红楼梦》里贾宝玉身边有三个人被她视为知己 一个是花喜仁 是她在13岁的时候青春期懵懂之时 她在秦可亲的家中做了一场春梦醒来 第一次梦遇她不敢声张 于是她的贴身侍女西仁发现了她的命运 西仁比她懂事早自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宝玉就把自己的梦中的事情和她讲了讲 而花喜仁就成为了她第一个有共同秘密的知己 她也是和她第一个发生亲密行为的人 第二个是秦忠 秦忠在古时候就是一个标准的美少年 腼腆娇羞和贾宝玉站在一起 连王熙凤都要来一句比下去了 或许这种和自己年龄相仿又延迟不相伯仲的人 很容易让人产生知己的感觉 就好比生活中我们总会和自己差不多的人 能玩到一块是一个意思 他们一起读书一起逃课一起大闹学堂 沟通交流间仿佛还有许多共同的经历 所以说这个人她会让宝玉看到青春期自己的影子 也从秦忠身上找到了那个被封建制度禁锢起来的自己 更让她心理上对于情感的认知有了一番懵懂 和她一番探索 让她懂得了 即便和秦忠之间发生了亲密关系 那也不是爱情 第三个自然就是林黛玉 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 在大官员众人多人群中 你会感觉到 他们仿佛都自带屏蔽功能 只要他们在一起 那么多半其他人都会很安淡 这主要是因为宝玉对待林黛玉和其他人不同 你会发现她去学堂谁都不辞行 却单单特意去黛玉处向她告个别 你还会发现 黛玉特别懂她 她不喜欢读试读星际学 她都看在眼里 也不强求于她 你还会看到 每当黛玉烦躁不安时 她懂得如何安慰她 每当她遇到困难时 黛玉知道如何开导她 他们之间 就如上辈子注定的缘分 今生离不开的灵魂伴侣 可见知己是个范程 灵魂伴侣则是特定的人 因为知己是暂时的 是在一定时刻的 一定时间发生那些事 让她的秘密 有了可供分享的人 让她的人生 有了可以心意的人 但这不是爱情 灵魂伴侣是可遇不可得的 是爱情的最美形式 因为不管何时何地 何种境遇 这个人都会很懂她 理解她 她们之间 会发生许多 命中注定般的纠葛 就如《红楼梦》里的 宝玉初见宝钗 仿佛是一场 金锁因缘的认定 但是在她们的相处之中 宝玉只有对宝钗的欣赏 却爱情方面 一直都平平淡 甚至有一点礼貌的客气 而她对待待遇却不同 她们初见时 就是彼此惊艳 互相触动 在后来的彼此陪伴中 更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从宝玉挨打那集 就可以看出 明明自己疼到不行 还担心黛玉 看她会心疼 而黛玉来的时候 眼睛就已经哭成了 核桃 晚上要担心 黛玉多想 宝玉又差人 给她送过去一方 救脖子 怕她担心 可见 爱因缠绵 她们早就心有灵犀 互相认定 在男人心中 真正的灵魂伴侣 不外乎三个特征 一 非常优秀 女人的优秀 并不在意外表 而是内在的风影和繁华 当一个女人 智慧足够时 男人就会 欣赏 和信任 以及精神上的 依赖形象 比如动辄遇到事情后的 分享和倾诉 喜欢聆听 她们的建议和意见 而且 总能得到 有价值的东西 其实 所谓灵魂伴侣 不外乎 就是一种心灵慰藉 和安抚 不管遇到 多么糟糕的事情 跟她相处在一起 简单也是释然 安静 也是疗愈 好像她本身就具备一种强大的磁场 人应该靠近 就会自动治愈 像这样的魅力 多半需要一些生活阅历和经验 才能给予男人充分的温暖和体贴 简单的生活照顾和呵护 并不是男人想要的懂得 毕竟这些小事 完全可以来源于保姆或者佣人 但是精神层次上的体贴和宽慰 就不太一样了 她意味着人们具备了爱的高度认知和领悟 不要以生理需求而生 却以平等相伴为目标 相互信任后的欣赏 互相认可后的依恋 或许更令人有安全感 真正优秀的女人 表面上看上去并不张扬和跋扈 而是温婉机敏 有趣且智慧 内涵都在浅笑安然中 智囊也都在骨子里 若从遇到大事 所有的魅力都会掩饰沉迷 这下好就是男人真正想依恋的灵魂伴侣 二 善意发现美和机会 他们不会因为外界的糟糕变化而情绪崩溃 而是追随着事态去发现一些美好 不管情况怎样 总能基于我们不一样的风景 不必客修统一和默契 太多变化赠予我们的不知惊喜 还有适应后的浪漫 到年华逝去 很多人会感慨不再年轻 不再建树 也不再被爱或者被疼惜 可是少有人注意到这么一件事 你的阅历岂不是更加的玄妙和美好 你的内涵和认知不就是另外一种获得 你的回忆缤纷不正好就是你的骄傲和自豪 很多事情换个角度思考 一切都将会变了价值和意义 而那些被男人依恋为灵魂伴侣的女人 多半具备着发现美和机会的能力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总能在当下找出可爱与灵动 不管是情况对他们有所偏淡 而是个体对待外界的态度有所差异 导致了心境的不一样 灵悟了也不尽相同 总能察觉外界的优点 自然也会对男人真诚欣赏和认可 这是男人依恋的安全感 也是男人很想要懂得和认可 简直比为他付出一切都要温暖和感动 三 包容且爱意 在异性交往中通常有这样一种现象 越爱越深 却只能看到对方的问题和瑕疵 似乎原本心动的理由早已幻灭 事实上不是对方变了 而是我们对爱的坚守有了偏差 误以为无限靠近就是一种爱 其实保持分寸感才是长久幸福的关键 能够成为男人灵魂伴侣的女人 其实都善于包容 能够善意 对于异性相处不苛求 不执拗 有所爱 也有所体面 不太感性与疯狂 却喜欢平衡与理性 对于某些事情的审视 多一些思考和通透 遇到一个包容且善意的女人 男人会沉下心来和她相处 不讲究爱与不爱 而是更愿意缓慢陪伴和相处 看起来不是爱情的样子 可是时间一过 爱还是那么的浓烈和美好 只因为彼此都没有要求 却又以心灵的交融 粘合着对方 再多时间 也只能证明爱的可信性 再多生命长度 也只能验证当初选择的准确性 遇到灵魂伴侣时 男人会主动放慢脚步 释怀对征服的执念 愿意平等 相爱和相处 即使生活简单 日子清浅 也会觉得有滋有味 值得一生守候和陪伴 真正的爱 就是爱到灵魂深处 疼到骨子里 彼此都愿意用一生的时间 来守护对方 灵魂伴侣 看似是心与心之间的交织 却也是两个人生活中的缠绕 喜欢一个人 会只喜欢对方的优点 而灵魂伴侣 即便看到那个人的缺点 还会为他着迷 喜欢一个人 会有许多借口 而灵魂伴侣 根本找不到原因 为什么这个人会知我 懂我 喜欢一个人 是周围充满了诱惑 每个人都聊得来 而灵魂伴侣 是这个人就是唯一 此生非他不可 灵魂伴侣 不是简单的喜欢 而是一个人 会为你着迷 灵魂伴侣 不是失忆和浪漫 而是一个人 想和你一起 慢慢变老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